今天跟大家讲讲财政预算案 我不打算每一个部分的减免 或者一些扶贫、建屋的措施 去逐样逐样地讲 反而今天我想重点地讲一讲 究竟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 遗漏了些什么人 我心里面其实昨天一听完之后 就觉得年轻人刚出来做事 纳税不多、没有物业在手 可能就变成被违望的一群 而且他们也可能在今次财政预算案里面 新的一批三毛人士 因为过去我们认识的所谓三毛人士 都是一些比如已经三四十岁 经济能力比较差 有些有子女 租住劏房 这些是我们过去常常都很担心 社会安全网里面遗漏了三毛人士 不过现在我讲的这一批年轻三毛人士 他们虽然可能居住问题 未是那么严重 他们还是跟家人一起住 但是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财政司司长 是不是都应该在财政预算里面 想一想 怎样帮我们这一帮年轻人呢 老实说 在香港 如果你现在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觉得真的比我们以前 是困难很多 因为他们赚的钱 其实不会太多 纳税又可能 可能都只不过是纳紧几千元 这样 所以退税措施 对他们来说 有帮助就不是很大 差行更加不用说了 如果你说你二十多岁 爸爸留一层楼给你的话 我就恭喜你了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想在香港 一个年轻人初初出来做事 头十年八岁要买到一层楼 都几近是一个 不可以用奇迹的形容 但是都天方夜谭 其实我觉得财政司司长 为什么不想一下呢 就是说你用财政预算案 这个机会 将一部分的储备 给一些年轻人呢 他们很多时 尤其是一些 比如你说受过大学教育 或者高等程度教育的年轻人 如果家境不是那么好的 他们都可能需要借这个关窗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在他们出来做事的头几年 是最紧的那几年 因为赚钱是最少的嘛 他们都仍然是要每年去还这个学债的 那为什么财政司司长 不是这个时候 或者这个政府 不是这个时候 帮他们想一下就是 帮他们还一点点也好 几千元也好 甚至乎 我觉得一万元也好 对于一个 每年要获得一定数目的钱 给政府的年轻人来说 可能他都心里面 如果有这一份的所谓得如其来的礼物 对于政府的一个感觉 可能都真的会立即有些不同 当然啦 我这个说法可能很现实 不过事实上现实就是这样的了 我觉得呢 与其呢 将一些的所谓的 所谓的欢面措施 集中了在猜响啊 在这些新讽税上 那样呢 为什么不扩阔一些的想法 就是说 将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方法 或者措施去进一步去想一想 做多一点呢 那 究竟财政司司长呢 今次公布了财政预算案之后 有没有听到我们这种声音呢 就算今年他没有 我也很希望呢 下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 能够想一想 帮一帮这班年轻人 今天跟大家就谈到这里